就著元朗721事件 我們剛剛落案起訴了兩名男子 參與暴動罪 兩人在明天會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正積極調查案件 並會跟進如下下來 被捕人的一些檢控工作 向律政司緊密聯絡 索取法律意見 在昨晚大概7點左右開始 大批市民開始聚集在元朗西鐵站舉行公眾活動 他們首先是靜坐 派發傳單和喊口號 整體上活動是和平有聚 當大概去到晚上10點左右 當站裡面仍然有市民繼續舉行一些活動的時候 同一時間有另一批示威者 已經衝出了西鐵站下面馬路 示威者用垃圾桶、小巴站牌、水馬等的雜物製造路障 堵塞附近的交通 當時警方已經在較遠距離那裡部署 大示威者主動挑釁警務人員和在場的市民 再用雷射光線招射他們 警方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 向違法的示威者發出多次警告之後 進行驅散的行動 當警方推進的期間 有示威者在扶手電梯上面 向地面的警務人員紮水樽和雜物 警務人員使用催淚水劑制止他們的行為 後來更加有人嘗試在向地面投擲大型的垃圾桶 當時地面上面有大量的警務人員和記者 如果有人被扔中 這種行為對於現場的人士 將會造成極大的生命危險 所以在這個電缸火石之間 警務人員發射了一枚橡膠子彈制止這個行為 而同時的決定都是合法和合理 違法示威者其後退入元朗西鐵站 肆意破壞站內的消防設備 用滅火筒射向遠處的警務人員 違法示威者隔著鐵閘用消防喉射水 示威者用雜物堵塞出入口 甚至用不明的液體和防火沙倒在地上 破壞站內的設施 進一步對在場的人士構成一些危險 我們譴責這些不負責任 妄顧他人安全和權利的行為 在昨晚的事件裏面 警方一直保持高度的克制和隱讓 在站外戒備 而警方在執法之中 都會有不同的考慮 其中一個主要的考慮就是在場人士的 保持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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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人身安全